那因為是短片所以我們今天有比較創意的時間可以做討論 那我們在開始座談前呢 就先請三位導演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創作的 為什麼想要創作這個作品呢 然後整個創作過程跟有沒有什麼特別想要傳達 都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們先請君妮好 大家好 我叫君妮 剛剛的第一個紀錄片《遺忘》 是我到馬來西亞兩個月拍的一個紀錄短片 那不是我第一次去馬來西亞 在那個之前我去過兩次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是我去的第一個東南亞的國家 然後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就是去那邊找朋友玩嘛 然後只有幾天而已 可是就是我那時候去的時候就覺得 因為我對這個國家本來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就覺得那時候感覺 其實我覺得會想要做這個東西 雖然它後來已經不是我想像的樣子 可是它是從我最一開始的一個焦慮的感覺開始 就是我們都知道就是華人有遷徙到各個不同的東南亞的國家 或是就是經由廈門那邊遷徙到香港新加坡或是台灣等等的歷史 可是然後那時候我在馬來西亞的時候就覺得 欸走在街上就是我其實分不出來就是 他們是怎麼樣種族的人 就是他可能一面走過來 我朋友就很喜歡叫我猜說到底是馬來人還是華人 然後其實我不太知道怎麼樣分辨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有點緊張他們到底會跟你說什麼話 然後想說到底是要就是 是要準備要跟他們講英文 因為你以為他們是馬來人 所以他們可能就會突然跟你說中文 或是你已經準備好在一個點心的餐廳跟他講中文 他可能就跟你講廣東話 或是福建話 對 然後或是全部參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食物的味道也是就是你看起來覺得 欸就是我知道這就是什麼燉牛肉啊或是什麼 或是這個餐廳應該是什麼樣子 可是他他總是就可能他就超級辣 或是說他就有一種很鹹的味道在裡面 然後我後來知道那其實是馬來跟那個華人 他們有爸爸娘的菜 對就是他們有混可能馬來菜的風味跟華人的菜 對然後當然建築物啊很多東西也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那個就所以他就讓我產生了一個問題說 為什麼會為什麼我會感覺到這樣的感覺 所以接下來去拍這個片期就是從這樣開始 然後我不敢說就是我不覺得我有變很了解就是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我想要拍這個東西的方式也是從我自己的好奇開始 對啊 所以我也我拍完我也沒有覺得就是好像知道答案啊 可是我覺得就是就是 呃 就是我可是可是就是 嗯嗯對 喔沒關係 然後所以說就是這個這個紀錄片其實他講的是 他我拍攝對象是四個藝術家 然後其實我沒有刻意去選擇 可是因為他們的種族真的蠻多元 他們創作的東西還有面向也很多 所以裡面就有印度人 但是他是斯里蘭卡人 對他就是比較印度這邊 然後也有馬來人 就是裡面那個導演是馬來人 然後還有那個兩位是華人 但是這兩位華人又非常的剛好 其實我們問了非常多人去拍攝 所以我對不起我是講很久 就是非常多人去想去拍 所以說其實選到這些是剛好的 對啊就是不是說特別要選他們四位 那這兩個華人很有趣 就一位他們是比較在 他們有很多學校的那個 就是他是可能在比較華校長大 就是他是有學中文 所以他覺得他自己是馬來西亞華人 他寫中文的書法 然後他可以講中文 可是另外一位他是完全是在 就是就是 就是完全是在英文的環境下長大 他完全他沒辦法看中文也沒有辦法講中文 只是長得像華人 所以就是對 然後其實整個紀錄片其實 我覺得就是我的旅行 然後我 因為他們也都不是第一代的移民了 他們也不記得他們不一定要記得 就是說他們可能也不知道 就是他們的父母是從哪邊搬家過來 或是怎麼樣 對 然後所以 這些所有東西就很像他們 就是 就是他們聽到的 或是他們以為的 或是他們認為的一個歷史 對 所以 所以我覺得 然後 這樣 好像就差不多是這樣 所以 我就把這些東西 收集回來 想要 去知道 多知道一些這樣的東西 大家可以問我一些問題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是小九 然後 這個 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們倆是一起在 做這件事情 那 那時候其實 動機蠻單純 是因為 其實因為我阿媽 她現在已經 她現在還活著啦 她明天就94歲生日 然後 那 那時候 那時候其實只是想要 紀錄我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有陣子在 我是出生在國外 後來回台灣 然後 中間求學 還有就是 其實我一直沒有 在我阿媽很健康的時候 一直沒有去 特別的注意她這個人 然後都是聽 我媽媽 或者是家人去描述我的阿媽 這樣子 然後才慢慢發現這個 這個老人家其實 脾氣真的很糟 然後很那個 然後剛剛好那個時候 這個安娜 她 其實就要面臨 要離開台灣的 的這個環境 然後 因為他們兩個已經在一起六年 然後那個互動真的很像 就是比家人還要像家人 因為我們家人 就是沒有時間去照顧她 雖然我阿媽有六個孩子 可是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 跟自己的生活 還有家庭要顧 所以 反而這個安娜 跟她比我們來說都更親 只要我的阿媽要做什麼動作 安娜馬上知道說 她可以怎麼樣去跟我阿爸溝通 那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這段 這段感情很難得 因為它是一個 有點像跨文化 又有點是 跨年紀 跨了很多東西的東西 所以 那時候就想要說 來做一個紀錄片 然後剛好公視有這個機會 因為我們也去 幫我們去試試看 就真的就 就賺了 所以我們就 就開始做手 拍這個題材 這樣子 那請到那個 太早了幾張 分享 大家好 我有點緊張 就是 其實這個題材 我覺得 那個時候 就是 叫什麼 球島 沒有叫他球島很奇怪 我們認識很久了 就是 但是之後跟我說 他想要拍 他阿嬤 然後 我那時候聽到這個題材 我就覺得還蠻有意思 然後我們一開始在 要拍之前 我們沒有去 就是 因為我不認識他阿嬤 所以我認識他很久了 然後 我就是 到他阿嬤家 然後跟安娜他阿嬤兩天 然後我真的覺得 這個阿嬤 就是第一眼真的覺得 哇 哇 就是 好特別 對啊 然後 我那時候其實一開始 因為我們裡面其實露了一些 我覺得 還有很多 很感人的事情 像 像你說晚上 我那時候聽阿嬤 聽安娜說 阿嬤晚上會把他 搖起床 他會 他會跟安娜 雖然 這可能對一個 就是 看護來說是一個很痛苦的事情 因為他 他早上已經 工作得很辛苦了 然後晚上 又要被 中斷睡眠 可是 可是阿嬤把他搖起床 是因為阿嬤 忘記 他的小孩是誰了 然後他以為 這個安娜是他的孫女 他問他說 阿嬤阿嬤你有沒有搖起床 可是你沒有搖起床 阿嬤買書 還買書包給你 他說 要搖起床 他就叫阿嬤去讀書 會有像這樣子的 一些東西 但是因為很可惜 因為我們 我們拍攝的時間 其實並沒有那麼的長 我們大概 七到十個工作點 而已 這樣 所以我們並沒有把 這些 太深入的東西 我們也把它 拍到這樣子 但是因為 因為他畢竟不是我阿嬤 所以其實我可能 在拍攝的時候 我 我跟 熊熊玄的角度很不一樣 因為那是他的阿嬤 他的家人 我覺得我的角度 可能會 相對比較 理性一點 因為 我覺得 我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我真的很感動 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 從印尼來台灣工作的人 然後 在這樣工作的過程當中 他就把 這樣阿嬤變成家人 可是前面那個過程 其實很痛苦 因為他 一個 人生地不熟的 一個 一個印尼的 年輕人 他其實年紀跟我差不多 三十七五歲而已 然後到台灣 然後面對的是一個 會罵髒話 然後 可能還帶一點 就是 沒有 我不是在說你媽媽不好 可能甚至帶一點 文化歧視的角度去 就會覺得說 一個印尼人 偶偶看起來 就是壞壞會偷東西 所以一開始可能還會覺得說 就是說 家裡東西要藏好 就是 就是 可能會被大家 會被拿走 這樣子的 然後從 這樣子的狀態 一直到最後他又離開了 感情也變成這樣子 我覺得 那感情是真的 可是其實有時候你會 忍不住去思考說 就是 這樣的感情它其實 還是存在的一些 雇傭關係 和甚至帶著一些 一些 權力的 不平等的 的感覺在裡頭的 就是 嗯 但是 因為 我覺得在裡面講這個 我覺得很奇怪 對啊 所以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阿嬤 對阿娜的感情是假的 而是 這個感情它是建立在一種 嗯 工作 甚至它是一種金錢的一種過程 當這個 當這個工作結束之後 其實這樣的感情 我覺得 在某種程度上 它其實 它會漸漸的不見 因為其實阿娜現在 也沒有 這樣 因為 我有跟阿娜聊 因為阿娜跟我是同樣的星座 我覺得我們很聊得來 那就是 其實你可以從 跟這樣子的人 聊天過程當中 你還是會感覺到她 沒錯她對她的雇主 那種情感是真的 可是她其實還是 帶著一些 我不知道怎麼講就是 我可能會喜歡我老闆 可是我可能還是會有一種 距離在上頭 可是當你是一個比較 在這個權力關係當中 你是一個比較 高位的人 你當然很自然的 你就可以把那個 那個距離給 他自然不小心 他沒用 因為我對我的員工 我當然會覺得 沒關係阿大家就一起阿 可是員工在跟你吃飯的時候 他的那個狀態 跟你跟他吃飯狀態 完全不會是一樣的 對啊 就是 會有一個 一些這樣子的 東西 而且我覺得最大的發現是 就是 我覺得我們 因為一開始 我們家也有請外籍勞工 我阿公也是 我阿公也是 一個印尼的姐姐在照顧的 就是 我一開始我其實 並沒有太去瞭解 這樣子的人 他們的 文化背景 教育背景 還有他們的 他們的一些 關於他們的事情 我完全不知道 可是我拍的時候 我更 我很驚訝到是 哇 其實 他們比較 我承認 我應該只能帶著一些 有色和刻板印象去看待 這樣子的 各種族群的人 但是 真的接觸之後 你才發現 就是 他們的語言能力 比你們好很多 他們英文講的 非常的好 而且甚至有些人 可能是 大學畢業 他可能比看護的人 的學歷還要更高 可是好笑的是 就是 可能這些 阿嬤 或者是這些阿公們 他們會用一種 就是 比較一種 自身文化比較高的一種角度 去看待這些 這些 來幫 來照顧他們的人 我覺得這很奇怪 因為我們不會覺得說 阿英國人來台灣 我們就說你是外人 就是 美國人來台灣 那個是不一樣的 意義上其實 他們都是外面的 別的國家的人 來我們台灣工作 可是我覺得我們 拍完這個片子之後 我覺得我們國家其實 對待某些族群是相當的 不友善的 你這個友善是 這不友善 一點根據都沒有 就是因為 環境告訴你 大家告訴你 所以你就 就變了你 但是我覺得其實 我也不是想要批判說 阿嬤或者是同學的阿姨 怎麼樣 只是有時候 這東西它其實就是在 那個 意識性 對啊 在這個裡面 就是我拍完我的感覺 是這樣子 謝謝